俄羅斯入侵 烏克蘭遭到全球抵抗後 迎來了最致命的一擊 石油 天然氣 所有俄羅斯能源 通通無法跨進美國港口 拜登強調這項決定是跨黨派的共識 也獲得跨海的支持 英國承諾將在今年底之前 慢慢停止進口俄羅斯石油 同時強調捷克 波蘭等國 也正在考慮使出這張制裁王牌 能源大國俄羅斯的命脈越掐越緊 全球供應鏈也面臨漲價危機 儘管美國超過百分之五十石油 都來自加拿大 俄羅斯原油只佔 全美不到百分之八的供應量 但消息一出布蘭特原油 還是出現漲勢 一度飆破一桶一百三十美元 加油站最新油價也打破二零零八年七月紀錄 歐美出招禁石油 讓俄羅斯大受打擊 現在美國卻擔心俄羅斯會把腦筋動到加密貨幣上 有傳言指出拜登可能在本週簽署一項管制加密貨幣的行政命令 但最終是否可行人有待觀察 不過俄羅斯也不是乖乖的坐以待斃 議員提議不僅要抵制俄羅斯的外企資產收歸國有 好保證俄羅斯員工的工作權還準備立法 讓俄羅斯人能合法使用歐美軟體的盜版 看來在歐美的聯合制裁下 俄羅斯國內也開始上演生存保衛戰 近新聞 黃宣凱是有真 陳思穎報導